哈喽大家好,我是罪影,今天继续我们的双阶龙格斗实况,就说这一把还是尼莎狼对战战务不胜,经过前两局的这个对战,感觉尼莎狼的忍者用的是出神入化 后车跳C,下巴精锤,轰K目 比利阵阵抓不到机会,一个清脚就可以搞到一个轰K目,但是大圣龙大破绽 用这个大圣龙他也是厉害了,这个大圣龙这个破绽真的很高 只要打不中会挨一套连断呢 下巴一点千千跳C,下巴精锤继续压制,破不了盾防 千千过去,下巴一点,一个旋风腿,哎,千千跳重腿,但是还是被空空揪了下来 然后下巴一点,轰K目没有防住,反身位再来一个反身位,哦 被一个旋风腿给拿下了 感觉这个旋风腿他也不是认真的,他应该不是想出旋风腿啊 下面来看下一局 比较巧合,这局影的还是 哎,千千跳C没有压住,跳底风过,下巴一点 啊,千千旋风腿,连续的压制,下巴一点再来一个推波 但是,哎,跳C被打,这一局比例是气势很强 跳C,轻手轻手轻手,一个生龙 打出一条六连,连续的木牙剂 哎,继续压到起身 哎,但是还是中了一个下轻手,继续跳C 空中把他揪下来 比例没有失误的把握,千万不要变身 哎,忍者也失误了 但是一个大闪电,他挡不住了 直接被劈死 下面继续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对手的比例啊 感觉双方的技术也是在伯仲之间 哎,千千跳C,来看千千跳C,轻手 下巴一点再来个烘黑木 哎,下巴一点再来一次 然后跳C想打 哎,破蹲防,好球 三连之后反神位再来一个 比例完全被打蒙了 反过来正过去 下巴一点没有防住 没防啊,起身被打,结束战斗 下面双方来到下一局 来看战务不胜 到底还能不能战务不胜啊 下一场 只怪这个忍者太强势 哎,来看下一局 他选择什么的角色 感觉心态上出了点小问题 有点着急了 哎,千千跳C 我们来看轻手没有打到 下巴一点 攻K木 哎,下巴一点 有了一个烘黑木 二连之后 千千但是还是被生龙生倒 来看比例 后撤 跳C 哎,生龙 到反边 对手小跳 轻手 烘黑木 四连之后继续千千千进攻 但是上跳 没有连到 跳C破防 千千过去旋风腿 重拳出击 哎,逆向 没有打到 啊 一个这次变身 终于打到了 如果近距离变身 你只能打一个出击不易 但是 变十次 可能得有八次被对手防住 下面比例拿下第一局 来看下一局 哎,下一局 首先后跳 我们来看千千过去 哎,清手 下巴一点 轰黑木 走一波 千千跳C 哎,逆向 没有打到 忍者还是那么的秀 但是比例呢 比例看 哎呀 攻不过来啊 总是轻手 轻脚 废这个 比例的招 你看 战轻脚 红黑木 前前过去旋风腿 又来了 大破绽 下巴一点 再来红黑木 两连之后 他变身 哎,这个变身 指定还是会被抓 还是一个近距离的变身 下面来看下一场比赛 比拼 来看下一场 后后过来 来看一脚踢到 空龙跳C 但是还是被打 忍者 因为上一局 已经拿下一分 看这局 还会不会再拿下一分 下巴一点 一个轰 游戏 轰黑木 没有打到 清手 哎,破盾防 再来一个46A 跳C 最熟 这一次变身 还是打到了 哎,哎 跳D 变身之后 小龙就是更加难 制裁小龙了 比较难稳住他 你看这个龙脚 速度特别快 哎,后撤一下 双方向差 来看这局 忍者也是不好打 下巴一点 红黑木 还是赢了 啊 大家喜欢 请来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